送你要嗎 把我的貓送了,他買多藍界的 他學了什麼 你學了什麼,讓我喬一喬 學了E啊 你學E怎麼不上來A我呢 誒我發現今天比賽完之後就很多人都半劍魔呀 今天MSI第一天,當日首日 就很多人就半劍魔,你怎麼只愛打誒,用個E技能 和溫攻擊距離有多少碼 經典P信號 這波可以慢點推,讓他先卡在外面 再給你來 其實你還別說打格溫前面還真可以那個 學個兩級Q挺好的 不過他沒帶閃 嘿嘿,沒打招 他是不是沒感覺我學兩級Q 我Q他好痛 他頭都要炸了 你 已經死了呀 升級加點燃傷害 細節 走位 哎 W沒中 排 起 啊你就這麼死了 這格溫好像不太會玩 應該是看了比賽玩 比賽效應啊這個很正常 一般有比賽的時候 一般有比賽的時候 他們都會玩這種比賽 外拳打到有點壯,他死了他又死了 他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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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不會玩啊,怎麼怎麼這樣子玩 他沒A過兵了,沒A過兵了 沒A過兵不減CD 他W可能會好 鎖住求你了,哎呀 哎呀沒鎖住呀 鎖住就好 又要被打死了 給他越了吧 給他越了沒關係 我們買瓶紅 塔打死 哎塔打死了嗎 怎麼是塔打死 這都行 他這碰都不碰一下我,一槍不開 宇宙警戒備隊長賽羅 賽羅來啦 完了賽羅要記了 我操你練成這樣,雷龍不揍你嗎 有個毒眼狼 壞了中間,你還把他勾過去 他中火者是滿層的呀 你聘ATC幹嘛呀 滿血 我說實話這波機器人問題大一點,他不能甩鍋給AD的 因為AD是沒裝備的 你到底會不會玩啊 你不會玩就不要選啊 你先玩幾把嘛,你先玩幾把再來嘛 都是先玩個幾把再來的 不玩幾把你怎麼來啊 不玩幾把你怎麼玩 像我當時 建模剛改的時候 每天都要玩幾把 不玩什麼不適應 玩個幾把那才會 玩什麼 玩幾把 我說玩幾把遊戲 不是玩那個 那肯定的呀,你像我對吧,買了個青鋼 也要玩幾把 買個玩豪也要玩幾把 你肯定要先玩,玩個幾把你才能上手 你不玩幾把你怎麼上手 他愈喝死了 哎呀有眼 你終於捨得插眼 你終於意識到你打得過我了 他操作的錯了,他其實有很多很多波能殺I跟你講話,他其實有很多波可以殺我 這哥們太可愛了,他玩得太可愛了 明把嘿嘿我的哥問 我主要我是想 試一下他的 他的那個極限在哪裡 他熟練度的極限在哪裡 你打這個遊戲 你兌現你 你是可以稍微 你比如說你優勢很大,你是稍微可以犯一點點錯 然後你犯一點點錯去 但是這一點點錯他不是說讓你真的去送個人頭或者是幹嘛,就是你 你假裝給機會,但又好像沒給 就搞他心癢癢的想上來 想上來跟你幹 然後他上了又發現,這好像 又打不過 這你就可以釋出來他的極限,當你把對方的極限給釋出來之後 就是你就知道他有多少墨水 他肚子有多少墨水 那你基本的滾血球就好 顯然格溫手連度不夠大,確實 那起床困難後來者也給我減眉 甚至還沒怒瑞瑪,那個打野格溫手連度高,那個就算了 那個挺離譜 我發現這種越重的皮膚手感越好用 為什麼 沒事這格溫殺不死人 以前用這種皮膚我都覺得 特別的盾 但是我現在用這種皮膚越用越順手 為什麼 我這都能 能被W抓死 開個大爪有砍青蛙 還被恐懼 這次應該是被我 經過最慘的魔法青蛙 暗改了,我也覺得有點暗改了 以前這種皮膚 不太好用的 8天我最近用的確實有點不太順手 不過也很正常 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就 就我不是說我 我就感覺 也不是說皮膚吧 其實從皮膚生活中有些地方我也感覺 就原來有一些事情可能 可能 可能你做起來不太快 就很慢的 但是 就感覺好像越來越快了,我就以為我眼睛有問題 你懂嗎 然後我那天我就跟我爸說 我說我感覺我最近看東西越來越慢了 然後我說 然後我爸就說 我當然就配個眼睛 我說野心 然後就看一下眼睛 然後就看了 醫生也沒有說有什麼問題 也沒有說有什麼問題 我爸就說你是不是在耍我 我爸就說你是不是在耍我 就別給我耍花樣 從那天開始我才知道 兄弟們 原來我越來越快 嘿嘿 哎呀我越來越快了呢 怎麼那麼多人啊 哎呀跟你們說話的太不果斷了 而且還一直給一個永恩送 給永恩送可不太行喔 這把出不出破墊者 我想的可以出 可出 破墊者還挺好用的 這把衝破墊者 小心扁你 86追不上奔驰 那要看是什麼奔驰 要是奔驰什麼A級B級那挺好追 你要追個什麼C63那肯定有點追不上 晚點趕 哎呀都是你的錯 去上路 這還差好多錢 還差一千塊 這白給 哇這火龍還被對面拿了人不會還死了 居然被中路給殺了 神劍沒交 這九龍搶了 主要開吸血 要小吸 小吸連血 沒事 小吸連血他不會怪你的 因為你是去做大師 並不是單純的送 他一會他就會明白 你會明白 將來有天你會明白今天我這樣做是對的 一揚子 讓我的影子 失去 挖掃完了 他怎麼大了就回去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末端才那個人 最後一秒鐘才放 全在中路 啊對了忘記了 段位 白子 改一下 別聘了別聘了這真全來找我了 怎麼都全來找我呢 怎麼都來找我呢 被看見了 破壞了我Q一段沒打到我Q一段打到就好了 被風箏了呀還給我套點燃主要是這個點燃回不上來學 好肥呀對面 人均兩件套 沒有人均他兩件套 被打死他 操作有那麼一點點小事 來囉 他這個緩態變態了 這種緩態變態 我怎麼還有入城啊 才剛14分鐘 我要再加罰戰一會 他要刷我加石頭 有一天他會明白我 沒操作好 女人看海因為浪 女人看海因為浪 你有盾弓了不起了 哇操值得嗎你帶波先交個閃 不太好走到前面去跟他打你走到前面跟他打 他要直接那個你頂不住的 他要直接打你的話你會肯定不住 再清一波線清完這波線之後回家 清完這波線回家破劍者再搞兩把長劍 出不出長劍呢我感覺出個 出長劍錢又不夠 買兩個不假 他就要再帶一波線 我再帶一波線 再帶一波線好一點 他就這麼把我砍死了 啊 蛤 這是無極劍聖嗎 哇操好無腦呀 大家快去買這個英雄這英雄好厲害 這不需要操作的 太狠了 算了買兩把長劍 就AAA就行 勇恩還真挺變態的這英雄 他把我當白癡了 我 去上去去上 這波買破劍者應該好打 哇操要輸啦這把遊戲 居然要輸了 太經典了在對面換線 我是不可能去打團 這種GP打團跟自殺沒區別 打不過了 讓他們自己打 隊友打贏了就是隊友牛逼 打輸了就很正常 因為本來就很難打 我看到他們 他們這把我要把對面那些玩得比較差的人找出來九桶一個格溫一個 他們ADC跟那個 勇恩戰士沒什麼問題 這不是個好機會 要同時中上個壓力 特地有個小子 但是給他們做造成這樣 剛剛做他們做了 要回答 還要回答 我們來回答 你進行做一些 我去聽到 我學會了 這裡的 我去幫我 我來回答 不用了 我去找到 你玩的 等一下就有啦,再等一下可血就好好了 哎呦,我這波好完美啊 我這波直接反向Q了 把妹弟也殺了 nice,還有150 安慰獎 快點把冰刀搞出來 沒破防沒破防 他不來我也死 他至少要走到這裡,我在這裡,他至少要走到這裡,他走這裡破不到我吧 我那個範圍也沒那麼大看到了 他走這裡破不了防 不夠 要能再殺一個就好了,再殺一個再死 沒辦法,被鈴珠套點火了,兩個點火誒 那麼捨得誒 有人無盡 他無盡就打不過了 他無盡亂砍我 哎你別過去啊 還是單帶 這把還是主打一個單帶 不要去打團 你不打團他們就肯定會分人來管你 你把線帶過去他們肯定要處理 他這種白金他不懂怎麼去處理這種兵線 他們不懂玩這種 他們不知道怎麼該怎麼處理 你只要跟他們打4-1,你不跟他們打架他們就當機了 大腦就開始當機,變成小傻瓜 殺莎米拉這波,你預判就可以了 5-5 打不打呢,我給他打好難打呀 打吧 這波剛好 來開一下開一下,打過去 你不打我打 4-3底下,往前走 這個也得死 愉快愉快的解決問題 卧槽我們還有個威股斯嗎 我們居然還有一個威股斯 能打的呀,怎麼全跑了 殺了他,唉呦 別跑呀,你全技能 回頭啊,唉呦這威股斯心不了兄弟們 這威股斯 威股斯,屁股斯,賣一下裝備 我們把這個賣了之後 還真可以 把這賣了之後我看一下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買什麼 啊我的痛好痛啊 買什麼買什麼 買什麼裝備才能打得過他們呢 買什麼裝備,買什麼裝備 我想一下 我買個死 點燃 點燃沒給上 我不想給個輔助 給個輔助沒有必要 等一下點燃要給這兩個人 因為他們不一定會打我 威股斯不行還得看目光心靈 威股斯是真不行 我得去管他 我去管小努力 去哪了 帶亂不帶 好狡猾 好狡猾 我都還沒進來 等我來啊 算了 我去單機了 我去單機了 你們玩啊你們玩我去單機了 你要等我來我都還沒來你們就 四個去打了 什麼峽谷之巔啊 又犯病 他們都不等我來就直接去了 好煩啊 好煩啊他們都不等我 我行我術的 所以說還是不要太管隊友那管隊友沒有用的 我去單機了 不開玩笑 以後什麼事情你們四個自己處理 我去單機去了 天神下凡沒辦法了 這他們人都直接死了 女警太消極了 我們下路很消極 她狂風加重了 走吧去下路 這不沒辦法我想先殺九筒 她閃現走了 綠甲 兩個都在下誒我操 沙米娜死亡之巫 四劍 我的媽才三劍她四劍 四劍半 又死了 能不能不要來我這邊呀你們去另一邊行不行 你們去另一邊行不行不行 我都沒辦法做事了 哎喲 能不能去另一邊哪 我下他們也來下誒 ATC還是個 少爺 那就更難打了 格溫來守我不錯 他守不住我的沒事 先破拉太鼓啊 開大便直接槍 那他們把兵清了就可以了 這等於是高低互換我們賺 別死 別死就賺 讓他們破兩路高低 快快快快走快走 食物有了 反逃好像不會放過 啊快跑 不會從下路來包我了吧 這小明英國分部女粉是團長的飛機啊 卸飛機卸飛機 感謝飛機 食物有 剛剛龍那波他們慢一點點 只要慢一點點 只要等我到了那波團結果會不一樣他們就是不等我 他們不太信任隊友 這九筒還做了純輸出我是你媽 純輸出九筒 勾這個勾這個 別跑呀 能打得過的 哎呦全跑了這波能贏的 嗯 那麼消極 全是私 把兵線清了把兵線清了 沒事把兵線清了一樣 把兵線清了他們在這裡壓來壓去沒什麼意義 一個人的遊戲 這把好像要輸了 這把好像要輸了 輸在隊友太消極 AD消極 輔助消極 中路不會玩 中路是不會玩 確實不會玩 中路這波本來可以打的 他不打 我有大招他把我賣了 他如果那波選擇回頭結局會不一樣 這波如果我們把 他們中路再殺 這下路再殺一遍他們就玩不了了 現在需要做個什麼 這把需要補個藍盾 藍盾加大清 大大煩家 藍盾加大煩家 他在追啦 他在追啦 這把那邊懂了 症 ? 對啊 主要是这女警他到处去吃线呢 他到处去吃线了,他乱吃线 他吃很多线了,你看他等级特别高,但是他就不好好玩 他就等于把线吃了 然后你 其他队友没东西吃就很难受 他狂风加这个风切 出风切干嘛呢 这边肯定要打大人 他们应该是不打那个的 勇恩不好打,勇恩不战 可以全在中路 打起来 只要这里打起来他们注意力就会在中路 我们就可以做大事了 好,全部往中间压,不要回来 勇恩好像回来了 这把他们加红打 这怎么又出去 打赢 勇恩肯定在往上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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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呦哎呦,勇恩哎呦好痛哦 你也不想压锁那么累吧 你也不想压锁每天在单位里被大家欺负吧 你也不想啊,数码长老 哎,又来抓我 快去呀 你怎么不去呀 快去呀,你们去打呀 去打呀 可以去打 打呀 反正我哪里不去,就在下路有什么 啊这队友不懂呀,卧槽 真是白金了 去呀去呀,都来下找我啦 消极你们是真消极 太消极了 他应该会让他留我 去去去去去,我在牵制呀 去呀去呀 快去呀 打了就行了 这不就挺好了吗是不是嘛,这个就是牵制的作用啊 哇他打我贼痛 全是他打的 其实其他人没什么的好处 还好这格文不是很肉啊 翻盘从这里开始 懂吧真不要去打团,打团 没有必要 其实打架是最差的一种决策,真的打架是最差的一种决策,密封 密封打架真的是最差的一种决策 我操你胆子真大呀 还行 还行 撞沿途上 这个就隔不到,别追啦,再追有问题 要杀杀快点 踩甲子 所以我说这女领 是个少语 玩的菜,然后还要买滚 哇他把我震下来了 杀,杀你啦,杀你啦 没杀没自然 我真觉得你玩ADC你跟辅助没配合你就忍一忍就完事了 又不是不能带你 但是你要是 摆脾气那就 不太行 摆脾气那就是另一种行为 我们偷偷神不知鬼不觉 翻盘 我操,还好这个炎缺会玩的 后面那个维古斯也有作用 哇操 还好还好 交不了单路,交不了单路,想逃,刚刚杀我队友是吧 听说你 你是术玉玛人 跑去投靠诺克沙斯 17杀9死 9失误 这真不能打团这种局 真不能打团,真不能打团,这种局打团就记了 没点关注,点个关注